大家好,我是Susan 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抓鼻涕虫的方法 最简单的 你看,像这种叶子 就是有被鼻涕虫摇过了 方法很简单就是把这个 一整盆放进去 放下去 放在水里面 差不多15分钟 这个也是我给大家看的 15分钟之后呢,你看 这个鼻涕虫就跑出来了 因为它整盆都放进水里面 如果你没有这么高的盆 你至少要摸过这个盆 它才会跑出来 摸过你种植的质量,它才会跑出来 这个很恐怖 它就给它压死 你看,它就会跑出来了 超级超级的恐怖 所以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这样子 一般呢,这样子一下子 它就浸个15分钟呢,它就不会在植掉里面了 然后呢,再给它 拿出来沥干 这个是最简单 最出泡的方法 然后呢,把那些鼻涕虫呢,扔掉 15分钟之后,你看 给大家看一下 鼻涕虫就浮在水上面了 因为它怕水 它喜欢湿,可是如果你整天都放在水里面 它就一下子跑出来了 这个就是我治疗鼻涕虫的方法 特别是兰花 很多兰花呢 我这个是放在室外的 很容易找鼻涕虫 你一看呢,这边呢,有那种白丝的 或者这个叶子呢 有被吃掉的感觉呢 你赶快做了 好,我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